唐古协定签订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涉,以与所谓的满洲国通车通游的问题最为棘手了,这也甚为中国朝野各界所关注。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以唐古协定履行和善后的名义,想又比国民政府同意使关内外通车通游合法化,其目的不在于通车通游的本身,而在于想逐步造成对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以此来混淆国际视听,最终实现它对中国东北的合法占领。 日本人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这里,我们首先说一说关于通车问题的交涉。 先说大连会谈以及评审通车交涉的初步反响。 1933年的7月2日,中方的代表雷寿荣、薛志恒、银童等人,在大连与日方代表港村宁次等,开始了有关唐古协定善后交涉的大连会谈。 会谈的内容主要为伪军收编战区接收、铁路交涉等事项。 铁路交涉有两层含义。 一是,日军自北宁路沿线撤退,由中方接收并恢复交通,这是符合中方利益的。 二是,恢复北宁路与已经沦陷的凤山路,也就是沈阳到山海关的联络问题,这也就是关内外的通车问题。 这是日方别有用心给予实现的部分。 7月6日,大连会谈落幕,确定中方逐步接收北宁路,恢复至余关事变前状态。 余关的,就是现在的沈海关。 外交部8月7日,就电稿蒋介石,说,据驻美公使电称,日本密使通知各国政府及要人,中国将有缔结电信邮政铁路各协定,对满洲国与事实上的承认,而为法律上承认之先生。 电文说,查日本利用此讯,以引用各国承认为组织,为已成之举,并以打破各国所持之,不承认主义,是以现在我国与为组织缔结任何协定,均属非议,皆是全世界必发生极不良之影响。 蒋介石在10日回电说,并没有所谓的地结电信邮政铁路协定之说,日本人散播谣言,我外交官应该自举判断能力,不以轻信也,并电北平分会一共参考。 10月20日,国民政府铁道部正式任命殷童为北宁铁路局局长,殷童27日到任,开始了通车的交涉。 10月2日,殷汝庚奉命府渔官,与日本方面商谈通车及剿匪的事宜。 10月3日,铁道部长顾蒙渝,派该部参事夏光宇,科长徐川伟,北上协助商谈评审通车的问题。 4日,殷童访日本武官柴山,商谈评审通车问题。 5日,再访柴山,即日本使者有吉鸣,交涉通车的问题。 但是,国民党内反对通车通游的人也不少。 11月4日,外交次长唐友仁就密向黄福电告说, 道军古山正朝顺利,今日立法院开会,指责通游通车并要求姚峰出席说明, 此为比备破坏计划之第一步。 姚峰早率比备及时平正会, 故声明,平正会费中央授权,绝不单独办理, 只为平正会无权办理云云,则成熟完全不符事实。 数性其内,需极端警戒,以免为笔贝所成也。 但是,国民党内与唐友仁等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 就是比较正统的王子壮也一记说, 近日,日本未撤退长江各口日兵, 要求五国与维国通游通车, 并承认平热铁路、平随铁路之中日合办等。 如此,是直欲将华北置诸比昼夜之下。 五国少有人心, 巨能相忍。 故,近日中央政治会议及立法院均向外交当局做种种之责问, 虽汪先生答复, 绝不使丧权辱国, 但事实昭然, 舒适人一律也。 王世杰在1935年1月12日的日记中也提到, 说,自1933年5月底, 唐姑协定签订后, 汪奖两宫, 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与妥协, 日本方面要求余为满洲国通车通游, 汪奖君主迁就。 余议为此事将影响政府对东四省之原来立场, 力争无效。 6月1日, 曾向汪院长奸请辞职, 四, 因汪虽应允, 奖乃强与留职, 遂作霸矣。 第二件, 港村宁赐北平会谈。 11月6日, 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港村宁寺到北平, 与黄府等人谈判, 日方提出控制长城各口, 并提出关内外通车通商驻向要求, 逼迫中方接受。 7日, 黄府等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就立即派飞机接汪精卫到南昌进行紧急商议。 蒋介石汪精卫在八日复典黄府和恩钦城, 于一于二两机电均息, 中等彼此讨论之结果分别合复如此。 一, 于二机电所述在事实上, 法律上, 不涉及伟国之原则上, 可着量商谈修改要点, 在着量容认其骨子, 而将维国关系字句彻底删除, 此属根本方针, 最为恶药。 二, 北支政权字样, 无论换文与否, 均极易引起误会, 应改称为北平军政当局。 三, 现在因财长更迭, 不但社官问题一时无暇谈道, 及其他问题亦受其牵连。 在此国内空气紧张之时, 希望对方谅解。 至于不承认为国, 而努力避免中日两方纠纷至原则上, 交换意见, 彼此同意, 其他一切戏目暂缓商谈, 此空气转换再谋进行, 较为容易解决。 五, 不换文不签字最为重要, 能不记录更好。 商议定后, 可有两方陆局邮局, 自定规则行之。 看来, 此店对通车通游, 已有接受的意思了, 只是担心国内反对妥协之情绪正十分激昂, 希望能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 11月9日, 黄福何颖钦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港村宁次等人, 在北平经过三天会谈之后, 就唐姑协定善后处理事宜, 达成了初步协议。 日军续住长城各口, 关内外通车, 通商通油通航问题, 日后续商。 这次谈判, 日方超出唐姑协定, 获得的最大进展为, 关东军撤退区域, 不含长城县, 对协定第三项, 自动盖还至长城之县的规定, 不但自食诺言, 乃至私承废止, 而以后所谓通车通游社官, 连航等等交涉, 亦均由此继续而来, 种种刁难, 即使我穷于用复, 非达到造成事实上之承认 满洲国的目的不止。 但10月10日, 汪精卫在立法院 报告对日外交问题时, 默认了已开始交涉, 但对通车问题的谈判 则含糊其词。 汪精卫声称, 此次华北方面, 日方代表有要求 开始局部谈判之意见, 华北当局电打中央, 请示办法, 关于通车通游社官各事, 应否与之谈判, 此刻尚未确定, 外界会谈之消息颇多不实, 绝非中日直接正式交涉也。 10月11日, 蒋介石殿皇服何应钦, 告一通车谈判 在适当时机可以启动, 但不喊长城县等内容 实难承受, 希望日方能体谅县当局 愿意妥协亲善的诚意, 不使他们太过为难。 殿称, 通车室闻铁部已决顶方针, 拟据对岸, 此日内中央内部纠纷稍微宁密, 为使不可先行派员商态, 但开始时机, 应后汪院长斟酌情形, 脱为何准? 为关东军训殿所处修正之三点, 意词据均触入太大, 凡不喊长城县即关东军认定, 即加入航空等字样, 尤为我之致命伤, 恐各方误会之结果, 必将利招大分, 勿其两兄苦心周旋, 倘日方却有变换政策众谋亲善之决心, 应从远大着想, 不宜以肢结问题, 增益目前之困难。 并询问能否从东京方面设法挽救缓和? 稍后因福建事变风声日进, 汪精卫电告黄府等通车谈判暂缓进行。 11月21日, 黄府复电汪精卫表示, 敏变既已爆发, 华北方面将与何应亲共同谨慎应付, 通车等案当遵命暂缓进行。 11天后, 12月2日, 日本驻渔官特务机关长以我成也, 到北平见黄府等, 提出渔官交还与通车问题同时解决。 5日, 双方乃商定大致的办法, 黄府等报国民党中央。 7日, 接受渔官交涉中央电警先生乃继续办理, 又因同你平枕通车办法。 12月9日, 评审通车交涉停顿, 因同否认通车方案已有铁道不核准。 12月10日, 汪精卫由南京到上海, 邀请宋子文、孔祥熙、李时增等会见, 并发表谈话, 再度称华北通车通游问题尚未进行。 这时候, 南京中央的对日妥协, 不说是偷偷摸摸, 说有点遮遮掩掩, 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内部意见也颇有分歧。 11日, 因同由北平到南京, 见铁道部长顾蒙渝, 商量通车的问题。 16日, 孙科却又在上海发表谈话, 说因同越权谈判通车, 应该严惩。 这样, 通车的事又未见下文。 第三件事, 黄福南下与评审通车交涉的重启。 1934年4月3日, 黄福离开北平南下, 准备见蒋介石和汪精卫商谈, 包括通车通游在内的华北外交问题, 预计一个月内后返回北平。 5日, 黄福在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称, 通车纯为技术问题, 原当唐山至渔关铁路收回时, 双方口头曾提及此事, 以后因国人对此尚多不慎明了, 虽有搁置。 此次业务蒋汪时, 将请示已错上办法, 希望在不承认委国不割裂四省之原则下交涉, 或以路与路为对象, 就行车制分配, 车制标志, 营业制分化等技术问题定立办法, 此在国际亦不发先例。 这边黄福已经南下, 9日, 日本武官柴山却在北平发表声明, 对通车通游等问题的交涉与多指责, 称中国华北现在的平静状况, 与中日签订了唐姑协定有很大关系, 关东军对该协定忠实遵守, 但中国方面过去十个月间, 凡数根据协定之各种问题从未进展, 如通车通游等问题, 究竟是否中国对于上述情形认识不足, 或是故意言不履行, 此无人认为遗憾, 要求中国当局从速解决各种悬案。 十日, 日军在北平东郊进行示威演习, 十三日, 北宁路各站日军增加, 扬言呢, 强请通车通游, 这样, 华北的谣言就渗生了。 四月十一日, 蒋介石汪精卫皇甫等人, 在南昌开始磋商华北问题。 十二日, 交通部长朱家华仍然对记者表示, 说行政院对通车通游, 商未加以考虑, 交通部仍以柄过去封锁政策办理, 并无变更方式之动机, 只查获日人私运东北邮件, 处领各地严密防范取缔外, 并请海关协助, 以免由外交部提出交涉。 十三日, 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 讨论华北外交对皇甫大脚抨击, 决定原则三项, 华北外交不必由皇甫办理, 通车问题绝不可伤, 日如提议只有拒绝, 署免又承认为组织之险, 决定在整理通过后, 送成中正会, 作为向中央之建议。 王子壮在私下的议论, 也持类似看法, 他说, 日方要求通车通游, 其目的无非由我对 为满国做事实之承认, 但我国如果上此大当, 外交前途亦将陷于不利也。 4月14日下午, 汪精卫回到南京, 在中央党部会议报告再干决定 执外交方策后, 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称, 外传通车通游问题, 黄委员长至今未与日方谈判, 他对此予否认。 同日, 北京晨报发表社论, 日本五官与华北问题, 指出, 现实日本所急求解决者, 通车通游而逝, 通游之事随未正式承认, 而关外邮件已以欠资性质 由我邮局代为递送, 其较日线人者则横不负欠资, 净取邮件。 且日本已设秘密转递 关外邮件机关, 私相投送, 妨害我国主权, 悍然不顾。 关外之车, 现已直达余关以内, 在同一车站换车, 本无过分不变。 今日, 车未通一等于通, 油未通一等于通, 则, 笔必攫取, 正是指通车通游。 可知, 罪翁之意不在酒意。 这篇文章之议论 恰重要害啊, 通车通游的实质, 日本的意图 在于以这种方式 逼迫中国南京政府让步, 使为满洲国的地位合法化, 而南京政府让步的实质, 则是一种对日的重大妥协, 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纠纷与非议。 1934年4月16日下午, 黄福到上海后, 在寓所对记者发表谈话称, 说这次去南昌不过报告此一年之整个政务, 至于通车通游, 即言长城一带涉官, 则未尝详谈, 因目前华北困难, 不仅此通车通游涉官也。 而在17日, 黄福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疾命见面时, 与对记者谈话闪烁其词不同, 黄福告诉尤基, 南昌的会谈, 关于华北的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通车通游, 长城沿线设置税官, 开发华北产业等, 蒋汪同意了黄的意见, 并授予他一定的处理权限, 这样做起来总算方便些了。 尤基就表示, 今后还请多加关照。 18日, 尤基在南京拜会了汪精卫, 据日方有关人员的信息, 说会谈中汪精卫认可了黄福的说法, 关于华北的几个悬而未决的事项, 南京和北京紧密联系, 为了圆满解决一切, 南京方面手续上的问题会有办法的。 黄福在南昌会谈的实情, 即蒋介石汪精卫的真实态度, 从黄福十九日至汪精卫的电报中, 可以略知一二。 电报称, 南京汪院长, 小电静息, 通车问题遵义拟从速进行, 恐欲久欲遭, 违照在南京所商定制程序办理, 最早恐需在五月下旬, 不知先生在京应付上有困难否, 在余等三人干中续谈后, 一时必有种种揣测, 但护情观察, 逆料一二星期后, 或可复驱沉寂也, 经情如何, 判长见教。 这清楚地说明, 蒋介石汪精卫在对围满通车通游的问题上, 都主张迁就。 对于北方危机的情况, 以及汪精卫主持的外交状况, 此时国民党内一些中高层人物, 也关注较多, 并颇有非议, 并得到张继等党内一些元老的支持。 4月28日晚, 在立法委员刘冠逊的寓, 有刘守中刘冠逊召集, 大多为立法监察委员的北方人士20多人, 讨论救华北问题, 会上决定组织华北人民救王会。 刘冠逊报告华北形势危机, 政府对于华北是毫无办法, 无人关心华北, 应及其商谈以办法。 国民党南京是党部负责人之一, 周波敏也起而发言, 说, 对汪先生兼外交, 以事凡之身, 无暇兼顾, 于是时有唐有人当其冲, 唐于外交毫无经验, 今予有经验之外交家, 秉而不用, 实属不当, 北方政务整理委员会多汉奸之流, 更予以卖国之计议, 应当撤废之。 周波敏对政整会的这个批评, 就看一针见血了。 实际上, 日后在外交前台推行对日妥协, 被人视为亲日派角色的人物中, 除皇府1936年12月即去世, 唐又人此前一年被赐死之外, 汪清卫成了头号汉奸, 政政会委员王克敏, 汤尔和, 在1937年12月, 参与组织为北平临市政府, 皇府的政治顾问王基唐落水更早, 他在1936年5月, 就出任维蒙古军政府实业署长, 稍后也成为维北平临市政府的要局了。 其余积极追随或配合皇府者, 殷入庚不久, 做了伪济东防供自治政府的投命人物, 殷同在1937年12月加入维北平临市政府, 政政会参议李泽一, 在1938年参与了组织为维新政权的活动。 这种隐身对皇府可能有点诸心之论, 但这批人后来大多都有一个很不光彩的结尾, 却是事实。 对上述一些国民党元老参与的批评华北当局的活动, 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 据王子壮记载, 近日物业储仓陈立夫两先生, 谈及张普全先生等所发起之华北人民救王会, 亦均有所不切。 良宜慈悖老先生本著热诚, 鉴于国家威王, 预谋自救, 本属无他。 但鉴于前次之会, 曾涉及汪先生及皇府等, 恐将引起其他结果。 因此危险局面支持, 置属不义。 如今有人四言反对, 或致彼等已去, 影响政局, 输费前夜。 据叶先生云, 蒋先生对彼等表示非常之不愿, 不满, 主于设法劝这些老先生。 此事据于观察, 以第一次集会劣席者, 夺立法监察两院之人, 似足以引起孙渝两系反汪之印象也。 这里呢, 孙渝指的是孙科, 于又认。 总之, 此事老先生, 如坚持对人问题, 恐将来又将转资纷扰。 1934年5月17日, 黄浮电蒋介石报告, 双方已议定, 由指定公司照商务方式处理, 凡涉及满洲, 即直接间接可解释为, 容认满洲国或其政权存在之处, 均绝对避免, 为对方要求, 在6月份内实现。 26日, 蒋介石就电黄浮基本认可, 并与同日电载经主政的汪精卫, 说此事由他以个人名义 电30日的中央政治会议提出, 由汪出面说明, 请中央受汪奖处理此事的权权。 蒋介石给中央政治会议的电报称, 华北停战瞬节一年, 以通油通车问题不绝, 致撤兵千眼交通梗塞, 社会不安人心不定, 原来一再拖延, 是担心自到事实上承认为组织之嫌, 致使法律低为耳。 今者, 国联咨询委员会决议通油原则, 已认为基于事实之必要, 听有会员国之邮政机关, 与委满之邮政机关发生关系, 而视为与承认为果无关。 则通车问题我国独当其冲, 自属无可避免, 且敌验因此一章, 与其作戴强迫不可收拾而后为之, 不如自顶方针主动为之, 纯商业化运作。 反设计为满, 即可解释为承认为国或其政权存亡之处者, 盖从避免, 并要求各中央常委对此事互相约束, 不能外泄, 以免抵制抵运反为所承议。 对于通车通油的问题, 蒋介石选择的上述处理方式, 主观上虽说是避开承认问题, 但所造成的继承事实和对外界的印象, 很难说没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实际上蒋介石还在尝试以妥协求得赞安的路线。 三十日, 汪精卫应蒋介石之请主持会议。 汪提出, 介石来电, 对东北通车议案并请中正会在不承认为组织的原则下, 授权汪蒋负责办理。 众人辩论颇多, 结果照通过原则。 通过之后, 六月一日, 汪精卫对外发表谈话, 仍扬称对日外交方案无变更, 通车通游问题未解决。 这就有点遮着眼眼鬼鬼祟祟的味道了, 说明啊, 汪精卫蒋介石也知道这件事有点摆不上台面。 六月五日, 黄福上海寓所后援被人偷着炸弹, 同时又接到匿名恐吓信。 七月一日, 北平至沈阳通车, 首次东行车在唐姑东至茶店站被炸, 死伤十余人。 由此可知啊, 社会各界反对这事的不少。 邵元聪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 也说是, 寻窝贼之囚也, 门户洞必繁离尽彻, 可惜也。 也有舆论对此事做出较为正面的评价, 指出并不牵涉承认问题, 比如, 六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的社论说, 中国国家任何权力机关, 既无承认伟国之意识, 则无论谁何, 有何事态, 均不发生事实承认伟国之嫌疑。 审今日公布之通车办法, 显然将以第三者明拟承办, 则更与政府无关, 由不应设计承认问题, 此点关系重要, 不可不变。 切意政府为对日问题, 纵有其负责照望之道, 国人尽可批评, 独不可以因通车案加以承认伟国之罪名, 转注日人章目, 此国人所应了解这也。 通车当然便利了关内外人民的往来, 但是对于普通人民而言, 与九一八事变之前比, 日卫的桥取豪夺, 却是额外加重了负担。 据纪献林回忆, 在1935年9月初, 他经东北去到西伯利亚大铁路, 前往德国流血, 车到了沙海关, 要进入满洲国了, 车停了下来, 我们都下车办理入国的手续, 无非是填几张表格, 这对我们并无困难, 但是美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 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 我们真有点舍不得。 但万般无奈, 掏出三块大洋, 递了上去, 脸上还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 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 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 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 通过纪献林这一段话, 可见日本侵华增加了我国人民多少痛苦, 这里所举的还仅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例子, 但却是当时人十分切实的体验。